下面我們請李鴻鈞委員 謝謝主席,主席又請主委 好,請主委 主委好 我看今天委員會都繞著這個假新聞在提這個問題 我請教一下主委 在媒體、電視台、經營者可不可以有政治立場? 基本上依照相關的這個,他是不應該干預新聞的直播? 這個喔,這個就是你要怎麼去看這個什麼叫政治立場 台灣的媒體是一個競爭力非常強的 而且它的市場也非常小 我舉個例子喔 像美國川普 他就對CNN就很感冒 對不對 這個因為 你沒有一個程度 其實他如果沒有政治立場 沒有去做一個市場的區隔 我跟你講在台灣沒有一家媒體活得下去 你要是走中間的話 它的市場區隔完全區隔不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台灣你只要看新聞的話 你只要是偏藍的你就喜歡看哪一台 偏綠的呢你就是看哪一台 沒有所謂的偏中間的要去看哪一台 主委 你覺得我講有錯嗎 我跟委員報告 但是他這個新聞的製播還是有他的新聞製播的倫理 也就是說 沒有我先不跟你談這個嘛 我現在先跟你談的就是所謂的政治立場 那為什麼台灣的媒體的政治立場會這麼樣子的鮮明 問題出在哪裡 身為NCC的話要去看的是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政治立場要這麼鮮明 他不這麼鮮明他沒有市場 他這麼鮮明他沒有收視率 這是他的本因嘛 因為新聞頻道他不是只有商業性 他有他公共跟其他的責任 您講的沒錯啊 這個官免堂皇公共性 可是問題是市場競爭這麼強 他每年他如果是沒有背後的大財團支撐 他沒有那麼龐大的支撐的話 哪一家做得下去啊 可是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回來扣他的倫理的規範 倫理的規範 每個人都寫得很好看啊 你跟我拍桌子啊 你跟我拍桌子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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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這個倫理的規範 我是說這個倫理的規範 他比如說他有沒有去遵照自己的這個公正客觀的倫理規範來做 因為這個是新聞ABC啊 那我們看不是說 那如果照你這個邏輯下去的話 台灣所有的媒體 包括任何一台全部都要罰 如果照你這個邏輯的話 哪一台有哪一台有照這個規範走啊 所以跟委員報告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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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官免堂皇在這邊背詢 講的這麼樣子的話 那請問一下 哪一台有照你的這樣的這樣的程序在走 沒有一台啊 這個東西還是有一些客觀的資訊可以來公開 不是啊你剛剛你的 我在問你你的回答的這個整個過程內容裡面 我們平行的路嘛 哪一台有照這樣做 沒有嘛 可以從個案也可以從資訊的累積齁 這個當資訊揭露出來的時候大家就可以都看到 今天喔今天其實台灣喔就是在媒體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他簡單來講都是在找他的市場 那該怎麼樣去從他的市場去區隔出他的收視率出來 他的收視群出來 然後找他們才可以撐下去 因為台灣的媒體台灣就是這麼樣的一個市場而已 然後競爭性又這麼樣的強 所以我們究竟是問題出在哪裡 環節出在哪裡 我們從新聞之好 包括節目的製作也一樣 我們現在的重播率啊 我在去年就講 一個過年啊 一個過年居然在放哆啦A夢啊 而且是在黃金檔的時間啊 拜託啊 然後我們的重播率包括那個消息會也都提出指證啊 包括將近50%的重播率啊 然後電影呢都放那種20年30年前的電影在播放 再讓消費者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可是要跟誰講 你NCC管到現在你管了什麼嗎 好 我跟委員報告 這還是有兩個層次不同的差別 針對新聞的節目喔 之所以讓它有比較多的空間 就是因為它需要有專業有倫理公正客觀 所以那個部分的製作規範這個是不可能完全用商業的方式來做 一定要要求他有沒有按照自己的倫理規範來做 這個是必須要去把持住的 那委員提到的 商業節目的這些行為 我們現在訂的這個新播跟這個首播的規範 那首播的規範 那實行一年之後 這裡面如何再去精進 所以我們在應該兩三個禮拜之前 有一個針對新播的節目 如果它是在五年之內就不能算首播 也就是說它那個計算的方式 它就會盡量去避免很老的片子去作為它首播 或者是作為這樣的一個計算的標準 也就是說讓這個規定能夠更有效的去落實 那當然外界會認為說 重播你為什麼不去規範重播的規範 可是這牽涉到授權 這個市場的淘汰率 現在有限電視如果再不做這樣子的一個改變跟改進的話 我跟你講真的 現在我們有限電視從500大概是多少 從520歐已經少了將近快15萬戶 我看這個數字 2017年522萬5000戶到現在的話是507萬戶 少了將近15萬戶 是會逐年的減少 那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因為現在網路的發達 然後大家其實根本現在坦白來講 也不需要太過於依賴我們所謂的有線電視 那這個回頭過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都是整體面向來看的 因為台灣的有線電視包括媒體的競爭是非常的激烈的 光一個這樣子的新聞台 可以看到的這樣的新聞台 然後包括從各方面的 我們甚至於去跳到別的娛樂台 我們的製作節目的品質 然後包括它的內容 包括它的內涵 我們在整個媒體的競爭力 以前我們台灣 我們常常講 我常常以前在講 在日本喔 日本的藝人 要進去大陸 能不能紅喔 要怎麼樣 要先到台灣來紅 台灣紅了以後 你才有條件去大陸紅 大陸市場大嘛 這是以前的邏輯喔 現在不一樣啦 現在往韓國走啦 所以這個其實只是一個 從這個癥結裡面 可以看得出就是說 我們台灣整體的媒體的製作 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發展 其實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注意 要去面對 或許這一些 你不能就是說 因為有線電視它是固定收費嘛 固定收費它就有一定程度的 基本盤撐在那個地方嘛 支撐在那個地方 它就沒有去好好的去想要 去拓展去努力去開發去研發 去製作更好的節目出來嘛 這個就是有因跟有果嘛 然後再來市場競爭 這麼樣的激烈 誰要花大錢 現在媒體喔 我就簡單講嘛 現在這些的媒體 賺錢的有幾家 少之又少啊 我跟委員報告喔 Corecut就是檢線 這個東西是一個 給有線電視業者的警訊啦 那當然這裡面牽涉到 過去的市場的結構 還有政府的政策 所以這也不是說 就是只有有線電視業者的事 這個政府需要有一些導引啦 那所以在這一塊 如何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定一些 跨平台的規範 頻道怎麼去這個上下架的授權 如何讓這個競爭 移到更好內容的競爭 而不是壟斷這個平台之後 反正我就收錢沒有 但是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除了商業這個之外 新聞頻道這個 既然給他更多的權利 他必須要去遵守這個自主的規範 這個沒有任何意義 他不是不能完全用商業的方式來操作 所以我就講嘛 現在我們的 你說新聞頻道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出來 就是說 因為政治立場 這個是基本的原則在這個地方 那他能不能有政治立場 媒體如果在經營 特別是在台灣 這種樣子的一個激烈環境裡面 他沒政治立場 他活不下去啦 那那你 是必須要基於倫理裡頭的 包括是財政公平原則 那倫理公平原則 什麼叫做假新聞 誰來訂定 假新聞的定義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說媒體 你聽我講嘛 你一直 我不是要跟你開辯論大會 那麼愛辯是不是 你今天 你今天你要去查證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你要報導一個新聞 本來他就要負責查證 那負責查證 負責整個過程裡面 那他的播放裡面的真跟假 這本來就是要有他的責任在 可是 究竟是什麼叫做真 什麼叫做假 是誰來判定 這個判定的機關 究竟是不是 他有他的真正的一個 超然的一個方向在 這也是社會在質疑的嘛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必須要共通去 要去看待 要去承擔的嘛 要不然的話 這個承擔是誰在承擔 是整個台灣的社會在承擔嘛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現在 我們在憂心的部分嘛 什麼叫做 大家都在擔心的 那每個一台裡面 只要是牽扯到他 那立法委員也一樣啊 你只要是藍的 只要是綠的 報導新聞出來 是對藍的好的 他就覺得這個新聞報導是對的 如果他的偏的是綠的話 那當然綠的就說他這個是偏的是對綠的好的 那他的公正性又在哪裡 他的判斷性又在哪裡 他的判斷性又在哪裡 就像今天行政院長 要來質疑你 要來你針對假新聞好好來處理 行政院長 當然他關心的是這個是對的 可是 NCC是一個獨立機關嘛 那我們如何來判斷他的真與假 那這個就是必須要取得社會大家的信任度 這個才是重點嘛 我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齁 NCE其實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有沒有去落實事實查證 不是去看說這件事情是真或假 有的真假立即明顯 馬上就很清楚看 可是有些其實他是真假混在一起 不一定是馬上就可以判斷出 可是NCE不是去看 如果說真的有公政府機關 或者是人民的權利受到損害 深告是一條路 然後可是NCE看什麼 你自己說的話有沒有查證 重點是在這裡 而不是自己講 自己播自己做 我講的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他的核心嘛 好不好 我再簡短一下 我簡短利用一分鐘 另外一個 我必須還要真的要趕快要提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5G 現在的5G我們是大幅的落後 其實可以看到這次的中美貿易戰裡面 5G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這裡面 那我們現在的5G 特別是最近 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台北市現在在辦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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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是 智慧城市 你有空都要去看一下 現在智慧城市裡面其實它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包括智慧醫療 包括智慧建築 包括智慧交通 甚至於我們講的就是智慧住宅 然後到整合起來叫智慧城市 那在這裡面5G扮演的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現在我們看到國外的一些國家裡面 包括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英國這些它的5G都已經開始上路 結果我們到現在 都還是在於 都還是在於等 等5G到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才要開始開放 我是覺得喔 應該在這個地方我們的腳步落後太多 啊 數位 我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部分不是等喔 不是等 這個部分我們有非常明確的時程喔 那前前 從去年到 到今年初 其實比較多的時間是在做頻譜的整備跟頻段的確認喔 因為這個部分 行政院要公佈這個頻譜以覽表 但是我要跟委員報告 經過這一段密集時間的那個 我認為其實我們接下來走的路是 很明朗的 而且很確定的 而且不會 慢於其他 像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之前 所謂的5G已經試造的國家 有的它根本來不及建設 它只好延後 現在NCC 現在台灣的時程是非常明確的 5G是這樣子喔 它 你看好了 以前我們的4G開放基地台 我們基地台大概建構了大概4萬多個基地台 你現在包括日本樂天 它現在走的5G是走雲端的 那究竟這個方向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看到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 這個究竟要怎麼樣子 5G 畢竟是未來的趨勢跟潮流 那 而且是一定是必定要走的方向 那這個我們究竟如何能夠盡速的 能夠開始 趕快讓AI讓台灣能夠 趕快進入這個 這個樣子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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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的一個一個時代喔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去努力的喔 然後呢 我們還有一番 這個 那個 這個 要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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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個 這 這個 這個 對我們的釋出也會有相當的幫助 所以我們一定會按照這個時程再往前去推動 謝謝委員